在球場以外,馬連又怎麼過的呢? 她說如果不練球,她最喜歡的就是放狗了 一有時間,還會和他們洗澡 和他們散黑暴,就是她最大的娛樂 馬連這兩隻狗,一隻是男仔,一隻是女仔 男仔就叫做雷神,馬連說是從馬拉加領養回來的 只知道是混種狗 只要女仔就是Suka,也是混種狗 應該是阿拉斯加雪梟犬混了Husky 馬連記得因為Suka以前的主人已經有太多狗 所以要給人,她就領養了Suka回來 馬連說自己有男朋友之前已經養了雷神 這個名字就是超級英雄漫畫入面的主角 至於Suka,她最初都不知道幫她改什麼名字 她就上阿拉斯加雪梟犬的網站找 看到這個名字,原來就代表著速度 很配合這種狗,又快又靈活的特性 加上馬連自己也喜歡這個名字 所以就叫了她Suka 這兩隻的性格,原來很不同 不過幸好兩隻都很乖 不過由於雷神已經六歲,年紀大一點 所以整天都要睡覺 一天可能要睡十六至十七個小時 至於Suka只有十六歲,還很小 所以很喜歡玩 有時還會捏雷神和她玩 但總括來說,她們兩個都很乖 我認為只有兩隻都很乖 因為自己經常都要出去比賽 都很想念兩隻狗 最想的就是看到牠們 所以馬連最喜歡就是在機場 看到牠們來接機 平時跟男朋友通電話 都會借機會看看兩隻狗 因為自己真的太想念牠們了 牠覺得因為不是從小到大開始養寵物 所以現在反而更加喜歡這兩隻狗 馬連說牠媽媽很怕動物 所以小時候在家裡不能有寵物 最多只可以養雀仔或魚 總之不能養狗 而自己一向都很喜歡狗 所以很珍惜這個機會 馬連長期出外比賽 自己都不知道 亦都不想知道自己離開西班牙 究竟有多少時間 因為根本都算不到 牠猜猜應該一年裡面 有半年都不在西班牙 而馬連最想念的 一定是牠的狗 另外還有牠的家人 因為跟牠們分隔很遠 就算回到西班牙 牠就在馬德里 而家人就在家鄉維爾華 所以都不經常見面 另外牠在外國 牠也很想念西班牙的食物 如果馬連在馬德里 通常就是全日訓練 如果不需要練球 就會去找物理治療師 再不然就找心理專家 如果不幸運 受了傷 牠就要去醫療中心做康復治療 剩下的小小時間 馬連一定會回家陪狗 又或者是家人和朋友 馬連覺得馬德里特別 和有趣的地方 就是這裡真的什麼都有 可以找到很多飲食和娛樂的地方 例如你可以去參觀皇宮 阿牧德納聖母主教座堂 和很多不同的博物館 馬連經常都會把馬德里這個地方 推薦給其他人來玩 只是牠自己 由於整天在報紙和電視上出現 所以在馬德里根本沒有人不認識牠 因為有人認得自己 即是大家都知道牠是打羽毛球的 也證明了這個運動受歡迎 這件事是馬連覺得最重要的 馬連成功背後的功臣 就一定是牠的教練 尼華士 不過 除了令到馬連成為羽毛球巨星 大家更加欣賞 牠為了提升西班牙羽毛球水準 所作出的努力 今天我們就認識一下 尼華士的羽毛球生涯 尼華士跟羽毛球運動 扯上關係已經很長時間了 大概在30年前 牠在格林立達讀書的時候 有一個星期天 牠的父母 還有父母的朋友 就帶牠們的兒子一起吃東西 由於當時 其他小朋友都在學打羽毛球 所以就多了一些羽毛球拍 牠就跟自己差不多年紀的朋友 一起在街上打球 第一 他們就邀請尼華士 打學校的比賽 從那時開始 牠就沒有離開過羽毛球 對牠來說 羽毛球當時算是很新鮮的運動 也是因為這樣 令牠很著迷 當時牠還有玩其他運動 但從11歲開始 牠就一直打羽毛球 尼華士的球員生涯很短暫 最多只打到20歲 因為牠很早就很清楚 不可能以球員的身份 維持生活 不過讀大學的時候 牠就主修運動科學 也是由那時開始 尼華士開始對訓練的方法 和執行的形式產生興趣 由於牠是一個教會的教練 所以牠就用學到的新東西 去訓練一群小朋友 當時牠應該是十八九歲左右 但牠也從那時開始 慢慢轉型成為教練 當時牠就開始轉型成為教練 當時牠的訓練方法 和當時流行的訓練方法 很不同 所以當時沒有人認同 你所說的這套訓練系統 另外因為尼華士不是很出色的球員 令到大部分人覺得 牠不可能成為出色的教練 不過時間久了之後 這些事情都不再是問題了 尼華士始終認為 最重要的都只是訓練方法 他記得第一次以導師身份 出席教練課程的時候 跟學生說 他知道大家對他的方法 都有很多疑問 不過西班牙用相同的方法 訓練球員很多年 但都不可以成為羽毛球強國 而且成績還不只是一般 那為什麼不試試新的方法呢 因為就算失敗 最多只是維持現狀 換句話說 他們根本都沒有輸 試試新東西 反而可能學到更多東西 你華士覺得 這番說話令到不少人反思 亦都因爲這樣 令到大家接受了新的訓練方式 去認識羽毛球訓練 根據李華士所說 他的訓練方式和安排 會因應不同球員而作出調整 目的就是激發球員最大的潛能 要達到這個目標 他一定要了解每個球員的特點和需要 接著就是如何平衡技術 戰術 體能和心理 這四個因素都很關鍵 要為一個運動員安排訓練已經不容易 要應付這麼多不同的運動員 就更加難 不過李華士當然有他自己的方法 知道李華士成為教練的原因和理念之後 他會和大家分享一下 他培養一位世界冠軍的經驗和心得 當李華士第一次見到馬連 他就知道這個女孩是冠軍的材料 因為她很有鬥心 而且速度很高 雖然最初因為技術上有很多不足 令到她的步伐很有問題 不過李華士發現馬連主公的心態 和天生的領悟力令她可以控制比賽折走 雖然當時他們看的只是國內的比賽 但李華士認為馬連當時很年輕 幾乎是一張白紙 什麼都要學習和練習 最好就是用來試試她自己的訓練方法 李華士當時覺得自己和馬連 可以有好好的合作成果 馬連是一個進攻型的球手 攻擊力是她最大的武器 加上她閱讀球賽的能力也很高 很懂得看形勢改變打法 心理上只要集中精神 有明確的目標 她基本上是不會動搖的 有這麼多特質 再加上適當的訓練 就培養了大家認識的馬連 所以他們要不斷地去試新東西 跟已經上了這個水平的國家相比 他們要付出更多 才可以有差不多的成績 由於西班牙沒有什麼語無求的傳統 所以他們不能跟一套有效的訓練方法 只可以不斷地去嘗試 最終他們用更多的時間和努力 去彌補這方面的不足 自己跟馬連的相處方法 你說視覺得最重要的就是 懂得在什麼時候講願無求 什麼時候講其他事情 他明白自己對馬連的重要性和影響力 雖然他叫記者去跟馬連確認一下 不過他自己就覺得是這樣 而他也說馬連在他心裡 跟養佔有很重要的位置 而他跟馬連的共通點就是有野心 而且很喜歡放膽地去試一些新東西 所以他們倆的關係很好 但是他覺得很重要的 你說視覺一直以來的動力 就是要成為世界第一 如果有朝一日他決定退休 他可以跟大家說已經心滿意足了 因為馬連是世界最好的球手 而他自己就是馬連的教練 他說這個信念就是最大的動力 每當馬連贏到賽事最後的一分 他又贏到獎牌的時候 你話事就覺得一切都是值得的 雖然有時他要犧牲一些個人喜好 但是只要馬連贏球 贏決賽 贏奧運 贏世錦賽 他就覺得很滿足 但當他贏了這個賽事 那些球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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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一集我們就會訪問前世界第一男單球手 有羽毛球先生之稱的丹麥名宿科斯特 就是雖然的打量 這就是雖然的打量 這就是我當年年經過了很多錢 我當年助理都 cruel 我剛好說 我應該把我帶回我的衣服 去打量 因為我沒空 我沒有空 就算在家裡 另外還會介紹西班牙大師賽2019 也是連續四場比賽之中的第一場 我們下一集再見 拜拜